嗨 大家好 今天是这个vlog的第一天 今天是星期二 然后我今天其实一天都要外面 就是downtown 然后呢 我今天去了爱马仕的特卖会 然后就是大不盖就是每三四年 就会在多伦多爱马仕举行一个这种慈善的特卖会 但它主要就是主要都是卖丝巾啊 然后那种手镯啊 对 这次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特卖会 所以我就凑了一下热闹 它早上八点的晚上八点的一个特卖会 我本来说是打算就是五点去排队了 但后来我想我也没问那么多可买 然后我大概是十一点之前我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我爬了三个小时 三个半小时 每个人要限时二十分钟 然后我就基本上就特别快抓东西我就走那样了 然后就买了一点点东西吧 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对 但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不让就是带相机的 所以我就没有带我这个vlog的这个相机 我有用手机录我当时排队的那个场景 就给那个视频里面你们看到那个场景 就都只是排队三分之二 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队伍 主要是卖丝巾的嘛 所以我就买两个丝巾 它也有那个H标的那个手镯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好看的款式 有一个蓝色的细的本来是要买的 但是它是银色的 所以我也没有麻线 那个卖的好像是385加币 我感觉也没有比就是原价便宜太多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手镯 然后丝巾是挺便宜的 还有那种cashmere的丝巾 大概就是就正品变的半价这样的价格 那个90厘米是最多的 然后70厘米也有 然后140厘米也有 然后还有这种小方巾 我第一个先买这种小方巾 然后这小方巾我就只找了这一条 所以我就随便买了一个小方巾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它是用字母表 然后是用动物这样拼出来的形状 其实我买的时候没有发现是字母表 但我觉得这是我唯一找到一条小方巾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 这个是125刀 然后是这种香槟金色的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不知道可能戴上小方巾 或者扎成那种头巾之类的吧 还没有想好 然后另外买一条就是这个深色系的 因为它其实有挺多这种90的方巾的 但是因为一个时间给太短了 就没有时间买 然后呢 另外就是我平时不是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嘛 然后我觉得爱马仕很多事情 可能会有一点老气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比较深色 我觉得可能我的穿会比较多 它是一个这样的 它是一个这样的老虎的这个 然后是种丛林的深色系 我觉得它蛮酷的 而且我觉得它就是 别起来大的时候 会有一种寄完细的感觉 因为它是这种深色 加上这种丛林的这种花纹 这245加币 反正也是原价的半价了 我觉得还蛮值的 然后我要跑去Urban Outfitters 然后我没有买别的 然后店里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蛮好用的 是一个Verb这个做头发的牌子 它这是一个Ghost Dry Oil 其实就是一个头发的发油 但它是抹出来呢 是种凝胶质地 然后一上头发就变成那种油状 然后我还顺便去药店买了两个 这个欧莱雅的 都是回购了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欧莱雅的睫毛膏 是我最近日常最用最平凡的 就是这个Lash Paradise这个睫毛膏 然后我买的是防水的 这个防水就会在这里写一个蓝色的这个标志 这是写的防水 然后也是最黑的那个颜色 然后还回购了这个欧莱雅这个眉胶 我买的是Dark Brunette这个颜色 就是最深的 它现在改版了 换了一种形状 也换了一个这种刷头 不知道好不好用 可以用来买它试一下 以前那个我特别特别喜欢 空管了两瓶 然后还买了这个 雅士兰黛这个钢铁匣面膜 不知道好不好用 就我第一次买 也不是回购这个 我是听说反正很多网红嘛 然后呢 其实这个面膜还是蛮贵的 这个面膜要80块钱 80加币只要4片 一片大概20加币 100人民币还蛮贵的 我觉得 看我们家猫 跟我们家另外一只猫 跟我们家第三只猫 睡在一起 这只灰猫最喜欢的 被抚摸的方式 就是下巴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吃的东西 今天是阿拉伯菜 kebab 这就是阿拉伯人 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那种 烤串肉 烤出来的肉 但里面是放了很多很多料的 然后还有这种菜啊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普通的pasta 里面有胡萝卜跟土豆 什么什么 还有奶油酱吧应该 这个我不知道是 塞尔维亚还是阿拉伯菜 但里面是有很多 那个芝士的 然后也是那种 空焙出来的那种 千层饼 反正我也不是很能形容出来 但是大家看一下 应该也能看出 大概是个什么东西吧 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芝士还有蔬菜什么的 大家今天是星期三 然后呢 今天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安排 我现在就吃早饭 然后一会呢 我要去我附近的一个邮局 取个包裹 所以今天天气挺好的 我可能就会一直 然后散步到那个邮局 因为我买了新的眼影盘 然后等了20多天 终于到了 是CT的那个眼影盘 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还有我买了 凡尔曼的面霜 也是在一个包裹里面 反正今天的Vlog 应该没有太多的内容 但明天我应该是要去 Downtown找我朋友 我们俩是准备排队 买多伦多草菅民生 那个票 我不知道中文 是不是叫草菅民生 但是实现 好多人去 马上就要结束了 这么一个展览 然后呢 我们没有买到提前的票 所以明天准备 就直接去Downtown排队买 这样 wish us love 它一直在我旁边叫 饿了 但是没有人为它吃东西 刚才去 把我的快递取回来了 然后先跟大家开这个包裹好了 这小票吧 我那个SELS又给我送了一个 这个小样 这个Hydra 3的什么 一个serum 一个精华三毫升的这个 什么Prime 24Hour 但并不是那个面膜 这应该是一个面霜 当时我SELS就跟我说 这个是特别适合入门 就没有买过 华尔曼的人 都特别喜欢用这个 是一个明星产品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就是我这个 买的这个眼影盘 包装超好看的呀 买的就是那个 清淡瓜的那个颜色 好好看 这个颜色我就超级好看的 然后这个闪片色 我觉得也挺美的 前面这个珠光色 我也挺喜欢的 这四个颜色 我都挺喜欢的 而且因为我没有买过 就是CT的眼影盘 然后这次说起来 买一个就特别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那个 什么Vintage Vamp呀 什么Docci Vita呀 都买人比较多 然后感觉那些颜色都比较 日常常态我都有了 然后这种藕合色系 我好像还没有 所以我说买一个这个 这两个颜色感觉挺配的 有没有 我觉得是应该挺适合 上班时候用的 因为它颜色比较清淡 不是很浓 然后又比较方便携带这样 其实我是希望它能把这个 ShareTuber这个字 换成一个那个 放刷子的小操 我觉得那样会更好 这个颜色还蛮贵的 这个加上数要70多刀了 就挺贵的 对于四个颜色来说 但是还是很喜欢呀 我现在准备买 那个淘宝转运到这边来 可能五月份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淘宝的开箱 所以我现在还 我下了几单了已经 然后我还差一点 我还想再多买一点点 我现在一直想在淘宝上 找好看的衣服 但是我怎么都找不到 我想要的衣服 所以对啊 很痛苦 给他们看 你看他的爪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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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在买的 他太生气了 天哪 alo hoho 大家今天是第三天 然后今天周四 我现在打了一号要出门 这口朋友去DongTown 然后我没有什么时间了 我得马上离开 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特别特别快速的一个mini的 get ready with me 我现在化妆 然后我正在吃早饭 还有我的咖啡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时间 其实我会画非常非常简单的妆 就没有太多的 什么化妆技巧了 什么好看的眼影了 什么这些都没有 现在非常喜欢这个Dior的粉底 爱丽夏屋的眉笔 爱丽夏我的眉笔就是你早上画得特别快的时候 能画出比较好看的眉毛 真的 显色度没有那么高就画得比较好 OK 眉毛完成 一点这个CPB的遮瑕 主要就是选了一些不需要用海绵带的东西 这样我就不用洗手 这个提亮效果实际上还蛮好的 和这两个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combo是我最近用的还挺多的 现在特别有气色 然后我上一个vlog用的也是这个 Mars的Laguna用了很多了 上个爱用品我推荐的这个Fenty Beauty Hasla Baby 因为我没有什么时间了 然后就把这个整个轻轻的铺在整个眼皮上 因为这个高宫还算是带有一点颜色的吧 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么干过 但是今天实在是来不及了 我像刚才的bronzer 放一点在眼窝里 这个颜色还挺适合放眼窝 因为特别的正 这个颜色 这个稍微有一点金属的深的巧克力色 放在眼尾 还是这个欧莱雅的这个Lash Paradise 非常好用 我有回购 这个吧 好像咖啡都没有喝吧 407 因为比较简单 嗨大家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排队 什么无尽的这个展览 然后队伍特别特别的长 但是没有我昨天去爱马仕的那个场 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 可以拍到我们这个票的 然后现在前面大概还有两三百人这样 然后对 今天天气还蛮好 我们现在就站在阳光下 等着进去买票这样 今天穿的 我今天穿的T恤就是我 上一个Vlog 我有就是买到这个Vintage的这个T恤 还蛮喜欢的 我就跟我今天这个指甲还蛮配的 看一下我身后的几次 然后我的相机其实坏掉 我今天看完这个展会把相机修一下 然后我们可能去一下Downtown 再逛个街什么的 吃个饭吃个下午茶之类的 我们现在刚才买到了票 晚上9点15的票 然后我们现在才12点 我们在Downtown逛个9个小时 就为了看那个展 感觉我自己变成了美食博主 等下来录吃了 我们两个人点了一碗米线 然后加了一碗免费米线分着吃 超喜气 现在跑到这个Sax Fifth来逛 然后现在我们在Dow的这个角落里 然后没有人 我们在这里面坐着休息 实在是怎么太累了 晚上9点多的展 我们现在还要在Downtown逛个6个多小时 然后以后我们准备去做个按摩 什么的打耗一下时间 然后吃个饭 然后就去看了 好 我试着这条牛仔裤 是Reagan Bone的 我还蛮喜欢的 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长的 然后你要自己把它翻上去这样 原来蛮显腿直的 但打完折也没有特别的便宜 也要300块钱这样 这有点逆光 所以比较暗 我试的第二条 这是For Love and Lemons的 然后因为我懒得把这个袋子解开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紧 我觉得这个衣服太紧 尤其是胸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是XS的 但这其实本身设计 整体还是什么还是挺好的 刚才做完土地了 现在我们就是走到Cree上 然后有一家吃一面的地方 然后还皮价什么挺不错 然后挺好看 它这个背景什么都是黑白色的 然后可能就随便吃一点 然后大概现在已经七八点了 然后以后可以去看那个展览 好看 好看 我昨天录完看完那个展之后 就是特别特别晚了 然后到家的时候就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们就9点时候进了厂 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有12点左右了 就是每个展每个区域都要排队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没有给大家再继续录了 然后我现在今天已经是下午6点了快 我今天的任务就给大家录视频 你们看我这个裙子算是个预告吧 而且天气也超好的 刚刚看我这一对衣服就刚才录的 你们猜我录了什么视频 昨天看完那个展呢 它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就可以买纪念品的那个东西 虽然我知道都是圈钱的吧 但是因为去看那个展时还是太不容易了 排队爬了好久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书 就是这个草间名声这个展无尽 这个纪念品吧 反正还蛮贵的 30加币挺贵的了 然后就还蛮好看的 当作是一个纪念品啊什么的 它那个展其实还挺酷炫的 我还蛮喜欢 反正都挺酷的 每个展就每个屋子只能看个20秒 进去狂拍一段照片就差不多了 然后它这个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它的艺术想表达 就是说人啊社会跟自然的这么一个关系什么的 然后就它的展就是 无限一个同样一个伦理 一个同样pattern的无限循环嘛 我觉得还挺能表达这个社会人跟自然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无限循环嘛 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映射 然后不停的循环 这样就还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它这个展是会世界巡回还是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的城市有能看到它的展 我还蛮推荐你去看的 那今天就是这个vlog最后一天了 然后希望你们都会喜欢我录的这个第二个vlog 然后如果我觉得做的不错的话 我会持续继续做下去 或当成一个系列这样 开始标号vlog1然后vlog2这样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个vlog的话 想继续看更多的vlog的话呢 就不要往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或者留言 你看到任何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都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看来好生气哦 他脾气特别的差 这个脾气暴躁的老猫 我们下个视频 在这边 或者 contradiction